众所周知,美国的F22隐形飞机早在2005年就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而美国最新的F35隐形飞机直到2015年才正式交付 那么F35比F22下线晚,为什么F22是美国最先进的战机 事实上,我们通常说的是先进的,主要是指战斗机的性能,而不是战斗机的技术方面 F22在设计初期的定位是夺取和掌握至空权 由于预先设定的战场是在欧洲,所以F22也不需要太大的作战半径 但对隐身、超音速和超音速巡航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 今天,F22和F35在美国的关系类似于F15和F16之间的关系 F22是F15的角色,F35是F16的角色 F22比F35更先进的原因是,F22是完全满足隐形战斗机全部性能要求的 F35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例如,F35的超机动能力和超巡逻能力方面都受到了外界的质疑 不过,我们只能说,F35在传统性能要求方面不如F22 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F35完全不如F22 毕竟,F35的研发时间要比前者晚了不少 这也使得F35战机在很多方面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后发优势 例如,F35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综合航空电子系统 配备了全新的驾驶舱显示系统 先进的光电探测系统和综合电子作战系统 此外,美国还声称,F35具有F22所不具备的光动中心能力 此外,F35的作战范围比F22大 地面武器的装载能力更强 隐形图层更先进 因此,虽然F35的综合性能不如F22 但在某些领域,F35战斗机有很大的作战优势 这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F35从出生就是为了给F22打下手的 不需要太高的超声波速度、巡航能力 不需要极端隐身 不需要超级机动性 只要你可以适度隐形 能扔炸弹、能自保就可以了 困难的任务有F22在前面盯着 相对简单的工作 是由F35领着一票非隐身机来干 在这个前提下 去比较F22和F35谁好谁差 谁更先进 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这就像比较文科学生 和学得更好的理科学生一样